霹雳州董联会计划在开斋节之后 也就是下个月会见霹雳州务大臣阿莫法医沙 并提成一份备忘录 希望霹雳州政府能够效仿雪州和冰州政府 不仅仅是为州内的华小和华中提供制度化拨款 同时他们也希望霹雳州九所独中也能够受惠 虽然是讲他们已经有了雨滴养效 但是那个不足够的 因为以其中一间九间独中其中一间来讲 是以江沙重华独中来讲 他们每一年的开支不服的开支是一百万 一百万左右 所以他们这种开支 如果州政府能够制度化的破款 能够每一年制度他们四十万以上 肯定的是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怎样就是可以说是招呼人民的政府 李关仁和独中发展委员会与九独中董事 开会商讨预算案后指出 霹雳州将会和冰州及雪州一样 都是获得八百万令吉 我们是预算 如果国民型华文中协能够拿到十万赫兹以上 他们也是能够帮助到学校的各项的发展 当然一百八十五间华小 如果是讲政府的一些资助 如果破出好像雪州跟冰州 他们八百万的破款来讲 华小可能会喷配到两万以上 那么就大概就是总共八百万 将有关的制度化破款提案 放入财政预算案里面 这样一来就能够帮助到霹雳州 九所独中的发展 NTP7 霹雳采访报道